同學我們先跟大家介紹怎麼用這個六角柱去弓牙 首先我們用油標卡紫的涼 我涼這個內徑 內徑涼出來它是大概在5.5到6mm左右 所謂5.5到6mm 所以我們要挑適合的這種弓牙器的這個牙頭 然後來對它弓牙 那我們弓出來的牙就是6mm 就是M6的 然後弓牙的時候請務必要把你的這個物件夾緊 然後這個不是鑽頭 你一定要有個洞 你剛剛這個量出來是5.5mm 要比我們的牙稍微小一點點 那這樣才弓牙下去 然後這個電鑽 電鑽這個方向它屬於正轉 這個方向是屬於反轉 那我們這個夾頭 因為這屬於衝擊性的電鑽 所以你只要把這個往外拉 夾進來就可以了 夾頭怎麼鬆掉就放鬆 這個你的牙就可以換掉 跟當鑽頭使用一樣 再夾進去 然後夾緊 好然後接下來操作的時候請務必要戴護目鏡 請務必要戴護目鏡 然後請注意先對組正中心 對組正中央 然後壓 把它轉下去 好再推回來 好那我們來試試看M6 找一個M6的螺絲 這個是M6的螺絲 我們來看看能不能鎖進去 正常如果牙是對的就可以進去 那可能這隻不是M6的 那找一隻M6 這隻M6的 這隻M6的 不能進去 牙頭不對 再試一次 好 如果正常你攻對牙之後 它是可以讓你可以輕鬆的把它鎖進去 可能這個螺絲是已經有壞掉 看有沒有M6流失 抽屜有嗎 好 這隻M6螺絲 這隻 剛剛牙可能是有問題的 那我已經攻牙完之後 我就可以輕鬆的把它鎖進去 OK 所以請同學特別注意 以上剛剛老師講的幾個重點 第一個 你的操作時候請務必戴護目鏡 第二個 這個弓箭 請務必要把它夾緊 避免危險 然後第三個 你要去量出來 你的這一個孔徑多大 那如果像這個是沒有動 你要先用鑽頭先鑽 鑽 然後配合不同的這一個公牙的器 去配合它尺寸才操作 以上說明 以上說明 injured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